謝謝胡志偉牧師 我覺得他很霸膽 我們只是Facebook friend 他竟然就敢邀請我來分享 不怕我講的東西是胡說八道 那我們趕快真的是死相相近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可以來到這邊 跟各位弟兄姐妹來一起我們來探討 那我想要先特別做個澄清是 要談這個主題其實很大 那我絕對不是帶著一堆成功經驗來這邊跟各位分享的 我是帶著一堆失敗的經驗來的 所以在我過去今天我分享的內容 可以說是總結了我過去十幾年的失敗 那希望我們可以從失敗的經驗當中 可以避免彼此走許多的冤枉路 那剛剛胡牧師有提到說 這次在華福大會裡面分享 那分享是六個小時 那我要濃縮在一個多小時講完 那所以我昨天在很努力的在濃縮的時候 發現原來可能可以做得到 也就是說我在華福大會 原來講了五個小時的廢話 都是可以不需要講的 那今天我們要來談一個主題 是牧養新世代的門徒訓練 那我自己跟胡牧師稍微介紹了一下 我在台灣出生長大 那來大學的時候蒙昭讀神學 但是呢要讀神學的時候 我父親把我一腳踢出台灣 他說你要讀神學可以 但是你要到一個沒有人認識你的地方 因為我不知道香港 但在台灣因為教會圈很小 基本上你如果父親或者家人 在教會界參與很多事奉的話 大概都是uncle auntie 所以我爸爸說不會有人會跟你說實話的 如果你在台灣成長 他說你是溫室裡的小花 於是就把我踢到美國去讀神學 剛去的時候真的什麼都不知道 誰都不認識 那就在美國讀 那剛開始那個時候 在教會牧養的時候 那時候我24歲 教會呢 看到一個年輕小伙子 就說 剛好我們大學生團企的輔導 剛剛走 你要不要來接他 我想 好啊 我一去發現裡面的年齡層跟我差不多 甚至還有年紀比我大的大學生 那時候是中國留學生 準備要開始大量的 以往到美國的時候 所以我剛好那個時候開始服侍著中國留學生 所以有十年的時間 其實是在服侍從 在美國服侍 從中國到美國的留學生 當然這也包括台灣跟少部分的香港 但是中國的學生比例越來越大 那在過去兩年呢 又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變換 就是我在教會 變成負責牧養英文堂 第二代ABC 那對我來講 那是生不如死的經驗 但是也是這個 置之死地而後生 經歷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經驗 在牧養ABC的過程當中 因為從學生到家庭都有 那在過程當中 我漸漸的發現 其實我們 ABC的年輕世代 跟從中國台灣來的 香港我不敢多說 因為大家都像個土生土這樣 你們一定比我瞭解這裡的處境 但是他們年輕世代之間的類似處 遠遠多於他們跟上一代的類似之處 在我牧養中國留學生的時候 跟牧養美國長大的ABC 我發現他們雖然語言不一樣 雖然在很多的文化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之間的類似度卻是非常高的 今天我們要來談牧養新世代的門徒訓練 那我想要首先請問一個問題 當你想到新世代的時候 你心中想到的誰是新世代 年輕人 年輕人 幾歲以下算年輕人 二十歲以下 那我們在座有沒有年輕人 沒有年輕人 還有沒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你浮現什麼樣的畫面 這個沒有標準答案的 新世代 三十四 我喜歡這個定音 因為這樣的話我就算新世代了 三十四十以下 還有嗎 我們很多剛才都從年齡來看 胡牧師算不算新世代 是 我覺得從很多方面來講 他滿像的 所以新世代其實他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他可以從年紀的面向來看 也可以從文化的面向來看 有一次我去一個大會分享 後現代處境中的門徒訓練 講完之後呢 隔天一個六十幾歲的醫生跑來找我說 David 我發現聽你一講完 我突然明白為什麼我在教會格格不入了 原來我是後現代 所以後現代一般我們想到的是年輕人 其實不一定 它是一種思維模式 它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 誰是新世代呢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叫做莊醒德牧師 他用了一個詞叫辨識連孔 他說我們在談到要牧養 要帶領做門徒訓練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先辨識出他們是誰 你們一天到晚在談什麼牧養80後 牧養90後 但是我跟其他的90後又不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又不是同一個工廠製造出來的一個標準的產品 所以我們今天要談牧養新世代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先有一個概念就是 他們不一樣 他們本身也充滿了多元 香港土生土長的新世代 跟中國內陸來的新世代跟台灣 甚至香港裡面也充滿了多元 在灣仔長大的新世代 跟你在大埔長大的新世代 跟昨天我去參訪景田長大的新世代 其實本身充滿很大的多元性 甚至是非常不同的 所以到底誰是新世代呢 其實當我們要去辨識一個人臉孔的時候 就發現其實如果說 我們不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那麼他們的臉孔是平面的 剛剛胡牧師花了一些時間介紹我是誰 因為如果他不稍微介紹一下的話 我是平面的 我就是董家華 然後後面關一個牧師 那我太太其實很討厭被叫師母 為什麼呢 他說這個教師母好像在教會 沒有任何的identity 特別很多時候他會被叫董師母 他連他的姓都被換掉了 他的姓其實沒有改 他的姓還是中嘉儀 然後英文是Joy Chong 但有的時候我們去參加聚會 他的名字會自動被改成Joy Dong 那他就常常會跑去跟大會的人說 我叫Joy Chong 不叫Joy Dong 那麼其實一個名字啊 如果我們只看名字 只貼一個標籤新世代 只放90後 80後 或不知道香港 那或者我們用遷徙世代 Millennial 那是一個方便我們去描述 他們整體的一個現象 一個特質 一些特質 但是我們不能僅僅停在於 用一個標籤來看待他們 我們要去發掘他們的故事 在他們的故事當中 其實這個故事是有脈絡的 你要講一個故事 你需要有個脈絡 比如說在這個電影星際大戰 最近這個The Last Jedi 有多少人有去看 沐養新世代我覺得 我就用這個理由跟我太太說 我需要去看 他說那你要帶著年輕人去看 我就約了一群年輕人陪我去看 The Last Jedi 那星際大戰一開始的時候 最classic的是什麼畫面 黑壓壓的宇宙 然後有黃色的字出現 告訴你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脈絡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是在什麼樣的脈絡當中發生的 因此在脈絡之後呢 有情節 所以Star Wars之後 那個黑壓壓的字跑完之後 黃色的字跑完之後 就聚焦到一個星球上 然後就開始在星球裡面發生的事情 情節 這些新世代或者是這些年輕人 他們不只活在一個脈絡 他們的故事不只是有情節的 而且他們有夢想 今天很多時候我們看年輕人 我們常常覺得他們就是很怎麼樣 比如說在美美的處境 很多長輩看年輕人就覺得這些年輕人 真是不知感恩 想當年我們來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們多麼節儉 我們多麼努力 現在這些年輕人來到美國讀書 一來就買車 他們的人生根本就是糜爛 沒有方向 真的嗎 還是他們的方向 他們表現出來的心態只是反映出 他們有夢想 可是又無法達到他們心中的夢想 很多時候年輕人會選擇把自己封閉 頹廢是因為他真的心中知道 人生不應該僅僅是這個樣子 可是他看到大環境脈絡 他自己生命的情節 他發現他無法活出他期待的那個樣子 於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什麼呢 就是拒絕去嘗試 免得受傷 如果今天我舉個例子 我小時候 也沒有小時候 我青少年的時候暗戀女孩子 那看到一個女孩子 那有時候心中會這個蹦蹦跳 那可是呢 我又很害怕被拒絕 所以這時候我心中面臨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主動去接觸冒著被拒絕的危險 主動去接觸有沒有可能成功 有 機率多高 看個人 我看這個樣子應該機率不高 但是看個人 但是因為我害怕失敗 我是個很保守謹慎的人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候不會做任何的事情 那教會很encourage我這種孩子 就是很乖 這個不太亂談戀愛 但是其實在我裡面 我有機會亂談我也會亂談 只是因為我害怕受傷 所以我選擇當個乖寶寶 因為不會受傷 其實我們在去看到這個新世代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他們的脈絡 我們要嘗試把我們放在他們的角度來思考 來看待這個世界 然後去了解他們的故事 我認識一個年輕人 他是宣教士的孩子 在我們教會很熱心服飾 參加敬拜團 當小組長 我當時覺得很好啊 這個爸爸是宣教師 所以這個學生 這麼熱心服飾 可是這個孩子上了大學之後 就出櫃 他是個男生 他就出櫃 我那時候非常的震驚 發生了什麼事 我認識他六年之久 我怎麼都不知道 其實有脈絡可循 當我再回過頭來去想 對 為什麼他有些行動 跟我 你可以察覺的到 後來我有一次 他其實那時候已經出櫃 我去找他 我說你願意跟我談一談 他說好啊 我們就談 我就講 我就問他 他的生命的故事 他就說他在13歲的時候 發現自己會被其他的男生所吸引 他說他一開始很恨自己 而且很害怕 於是他透過不斷地服侍 求上帝來医治他 他在想 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傾向 是不是因為我不夠愛上帝 所以他參加敬拜團 所以他帶小組 他 徹夜禱告 24小時 徹夜禱告 但是最後他發現他還是沒有辦法改變他的傾向 於是他放棄了 那我說那你們家人知道嗎 他說我哥哥知道 他說那我絕對不會告訴我的爸爸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我的爸爸在台灣在炒童韻的時候 傳了一個簡訊給我們家人說 同性戀都應該被燒死 這些人是惡魔的兒女 他說我絕對不會讓我的父親知道 菩薩大家在聽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心中是什麼感受 也許你心中有一些轉折 當我們越多了解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就越會放下原本我們把它貼的標籤 當我們越多了解一個人的脈絡 他生命的故事的經驗 他的夢想 他有沒有夢想 他想不想改變 想 可是因為當時的教會的環境 我有份在當中 我們沒有創造一個空間 讓他願意趕去求助 於是他不斷的用自己的方式想要改變 我一直很懊惱 為什麼當年我們的團企不是一個足夠安全的地方 讓他有機會敢說 我有這個形象 我該怎麼辦 偶像 他們不只有夢想 他們也有偶像 我想了偶像 我想在這個比較傳統的處境當中 可能值得就是像 關公啊 八祖啊 小時候看香港電影 看到香港警察都是要賣關公對不對 那時候看劉德華 很喜歡看電影 我這次從洛杉磯飛來香港的時候 我還看了一部 重溫一部小時候看的 《英雄本色》 《軸忍八》 《迪龍》 還有另外一個年輕的叫什麼 張國榮 張國榮 哇 我就看 《英雄本色》 我就想到當年看了那麼多港劇 香港電影的警匪 可是警匪片裡面就發現 很多香港警察那時候在電影裡面 出發前都要大家一起上香 拜關公 當時有這樣的偶像 可是今天在新世代當中有沒有偶像呢 很多人會覺得沒有啊 新世代應該是 怎麼會有偶像 他們是無神論者 他們是世俗主義者 他們是消費主義者 他們的生命就是消費 他們的生命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 就是或者信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追求其他的東西 他們生命的偶像是什麼 事實上呢 在每一個脈絡跟處境當中 都存在的一些事情 每一個脈絡每一個文化當中 其實都有存在某種叫創造論 我當然是用基督教神學的角度來談 就是這個世界的本質是什麼 這個世界怎麼開始的 這個世界為何 這一切的本源是什麼 但是在每一個脈絡跟處境文化當中 也有所謂的罪論就是 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這個世界變成這個樣子 起初它不應該是這個樣子的 為什麼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第三個救贖論 那麼我們該怎麼辦 面對已經發生的這個事情 我們該怎麼辦 最後終末論 如果一切很順利的進行 最終這個世界應該要是什麼樣子 或者是其實最終這個世界沒救了 所以就讓它燒吧 其實在每一個文化脈絡處境當中 在香港應該說我剛剛梁傳道說我來過香港三次 第一次我來的時候我是一個大學生 那一次我來其實是來向香港的基督徒大學生學習的 因為在台灣呢 我讀大學的時候是1999年到2003年 在我們那個年代的台灣大學生 基本上關心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那當時我讀的學校 我們曾經學生會聯合起來要抗爭 抗爭什麼呢 抗爭學校給我們腳踏車的停車位不夠 我們在那邊抗爭 同一個時間香港的大學生也在抗爭 他們在抗爭什麼呢 他們遊行到這個美國的大使館 去抗議美國入侵伊拉克 這是2002 2003年的事情 我那時候很震驚 為什麼兩邊的大學生差那麼多 一邊我們這邊給我們腳踏車位 給我們腳踏車位 另外一邊是Demand Justice Demand Peace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我那時候來到香港中文大學的 然後他們的學生團氣的社團辦公室 就偷偷的讓我住在裡面 然後我就住在那邊 然後跟他們一起聚會 想要瞭解香港的大學生在做什麼 那是第一次印象深刻 第二次我再來的時候是2009年還是2010年 我忘了 已經事隔78年 我心中的香港是這個中文大學的美景 這次住沙田發現 沙田已經發展跟當年很不一樣了 那第二次我帶來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是 香港好像一個巨型的shopping mall 我從下了飛機 然後搭了地鐵進到市區之後 我發現我失去了方向感 因為到處長得都差不多 就是賣東西啊 餐廳啊 而且人都很多啊 然後廣告也都看起來差不多啊 金融啊 投資啊 理財啊 那或者還有吃飯的廣告啊 我就發現吃跟投資是大家很關心的 或者是廣告界很關心的 那一次來的時候 我就感受到香港給我的感覺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shopping mall 很大的shopping mall 那我其實方向感很好 我唯獨在shopping mall裡沒有方向感 所以我這一次來香港 我很緊張 因為我很害怕 我迷失在這個shopping mall當中 我想香港如此 台灣也如此 台北也如此 一些全球的主要都市 其實都很類似 那在我們的處境當中 不論是在北美 在香港 其實其中一個 主導著人們的生活的敘事脈絡 就是消費主義 對不對 今天我才買了一本 洛嘉穎寫的 叫做 《後現代拜無教》 那我覺得蠻值得 讀的這本書 這本書呢 就在探討 消費主義這個問題 以及教會該如何回應 消費主義它是什麼呢 它有沒有創造論 一般我們講消費主義 都是個平面的 就是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是什麼呢 我們也談不出來 就知道說 就是愛買東西嘛 可是消費主義是什麼呢 我曾經寫了一段話 我用這段話 來總結消費主義 消費主義是什麼呢 我對它的理解是 起初人有慾望 唯有透過消費才能被滿足 當人停止消費時 慾望將得不到滿足 整個世界就停滯了 就破碎了 就不再成長 人類的救贖在於 不斷消費 而在過程當中 我們得到真正的滿足 同時我們的消費 將促進整體社會的 進步跟發展 使這世界賣上更美好的未來 對 對